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 在这波的媒体浪潮当中 连一直负责的新闻采访写稿的记者工作的本身 都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因为现在透过电脑的运算设计 机器人写手就可以模拟人类的语气 甚至调整文法结构 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产出上千篇的报道 当写稿机器人彻底的把传统媒体最后的功能 整理也都做完了 那记者这个工作会不会就要变成即将消失的职业呢 确实透过了大数据 透过网络 电脑 机器人 都可以很快地整理出一大片的报道 但是人类写稿却还是有无可取代之处 就是观点 去年5月27号 珠宝品牌 Tiffany 公布2015年首季财报 第一季营收9亿6,240万美元 比同期下滑了5% 美联社和路透两大通讯社都处理了这则新闻 其中一家是由机器人所撰写的 你分辨得出来吗 美联社稿子末端 注明这是由automatic insights所产生的 而他就是一般所说的机器人记者 机器人记者不是透用千篇一律的罐头文章 而是透过电脑程式用预设的逻辑 辨识数据中的事实以及趋势 转换为结构化的语言 工程师甚至可以调整语法 让文章更自然 更有人味 机器人也能做新闻报道 这里是机器人记者工作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一个又一个的机器人 在那边打稿子 不过透过电脑运算 这些机器人记者一秒钟 可以产出两千篇报道 营收 获利 股价 企业财报 一堆数据 文字内容 枯燥单调 对财经记者来说 处理这些财报数字 可以说是最无趣的一件事 美联社从顾请机器人记者 专门负责撰写企业财报新闻 一记产出三千篇报道 产量是过去全人工的十倍 而且拼错字 文法出错的状况也变少 因此未来全美大学体育联盟 NCAA的部分森影室 美联社也将交给机器人记者处理 机器人记者的专长在数字分析 可以想见未来连民调新闻 都会由机器人记者产出 根据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在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 有63%的Facebook还有Twitter用户表示 他们都是透过社群平台 去了解掌握最新世界 当然Facebook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 所以在去年5月推出了 Instant Articles这样的服务 让新闻机构透过他们的平台 可以直接发表新闻 宣称可以带给使用者更好的浏览体验 而对于媒体业来说 其实你选择加入 就等于是把命运交给了Facebook 不管在未来他怎么去调整他的演算法 或者是他的广告收益的分率 其实你都只能够选择全盘接受 这长久下来 其实阅听人也会变得 他并不在意 到底是谁在供应这些内容 对于媒体的公信力跟品牌来说 都会带来弱化的效果 有学者指出 其实网络现在已经是 集传统四大媒体的大权 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形式 都其实在积极布局 而且是希望在这时代的洪流当中 要生存下来 同时也要积极地抢得一席之地 而藉由社群网站 网络媒体现在已经进一步的演进到了 人人都可以是媒体的这种自媒体时代 推特由于他们累积亏损 已经超过20亿美元 当然必须要更加积极去开拓新的用户 所以在去年 他们就收购了线上影音直播原体 而脸书的部分立刻跟进 直播现在已经是社群网站的新战场 不论是教宗出访 还是从太空看地球 这群网站推特参与了人类史上 许多重要的时刻 很多人的生活因它改变 而现在这项发明正式迈入第十个年头 三亿两千万用户这个数字听起来风光 但和他的对手脸书15亿使用者相比 瞬间黯然失色 在强敌环似的社群媒体界 推特的成长陷入停滞 负面批评也开始爆发 IP成为语言暴力的温床 甚至造成人们因发言丢掉工作 并暴受恶意的攻击 推特企图改变规则留住用户 但比起守城 更重要的恐怕是如何开拓新的使用者 就在去年推特以1亿美元收购了一家 根本还没推出的新创公司 Perascope正是跨足社群影音直播的领域 Perascope让你按一按钮 然后开始直播 只要一只手机整个城市都是你的摄影棚 社群媒体的最新战场不是其他 就是影音直播 就在去年一款叫做MiaCat的APP 抢进所有社群软体的风投 主打即时影音放送的功能 直播立刻成为最热门话题 不只推特 脸书也加入这波风潮 今天我们在场上 尽管YouTube才是社群影音的龙头 也很早就有及时转播的功能 但在这一波直播大战中 他们却处于落后的状态 不过分析师说 比赛还没结束 胜负亦然有变数 名人成了社群网站最强吸睛器 然而两者的关系其实是互利共生 都少不了彼此 继推特后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最近也开了Instagram账号 第一po是他在祈祷的照片 以九种语言写下 为我祈祷 活泼的留言吸引大批粉丝追踪 短短12小时突破100万大关 社群媒体的力量 无果解 从照片 影音到直播 正常持续扩大 就算现在领先 稍不留心 恐怕就会被超越 网路媒体的心 靠着网友分享转po文章 或者影片来提高点击率 借此就吸引广告下单 这样他们就可以赚钱 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 网友们有兴趣分享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美国有一家网路新闻公司 BuzzFeed 他们就抓准了网路的喜好 抓准了网友喜欢浏览些什么东西 因此创造了相当惊人的高流浪 并且拉拢广告商 吸引了创投争相 注资 大抢媒体的新版图 而另外自媒体现象 现在也在挑战传统媒体 在美国宾州 就有这么一个小女孩 年纪很小 她在八岁的时候 就自己成立一个媒体 叫做局接新闻报 这里头有文章 有照片 有脸书 还有一个YouTube频道 看起来真的跟记者 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最近她有一篇 谋杀案的独家报道 却引起了网友的负面评论 认为这小女孩 八九岁的年纪 应该享受的是 天真的童年 而不是出来跑新闻 这位小女孩 不是最文半家家酒 九岁的莱耶克 是一名记者 住家附近发生凶杀案 她抓了纸笔跟相机 马上冲到现场 完成了这则报道 这篇独家报道 没有赢得掌声 反而扶贫如潮 有人说九岁跑新闻 这样好吗 还有一派网友 对于她的父母 竟然让小女孩 跑到犯罪现场采访 有所质疑 有所质疑 莱耶克的父亲 也是一位记者 而如漠然之下 莱耶克也有一颗热血新闻魂 从2014年起 自己办了局街新闻报 本来只是家庭刊物 后来越来越专业 采访完之后 请姐姐帮忙剪接 朝网路影音发展 她要向那些不支持她跑新闻的人证明 虽然她才九岁 但不代表她写不出好报道 现代人爱当低头族 逮到时间就上社群网站 或看影片吸收新知 美国网路新闻媒体公司BuzzFeed 正在研究如何提升点击率 BuzzFeed 2006年创立 公司最初只是一间 研究网路这门话题的实验室 如今已经成为 全球性的媒体和科技公司 关键在于分析与了解 众多网路使用者的动态与反应 建为支柱 零碎资讯整合成严肃议题 必须透过去渲染力的媒介传递 网站2012年 智力发展动态影音 抓住浏览目光 目的就是要创造出 让人愿意分享的文章或者是影片 分享次数和点击率成正比 人们感到有兴趣 就会回应贴文 转po 发推文 或传讯息给朋友 增加可见度 来创造网路高流量 连传统媒体也感兴趣 网路时代窜起 新媒体靠高流量及点击率 来拉拢广告商吸引投资 身材之道在与大众 网路上分享的事物 掌握人们资讯交流 就能精准掌握世界潮流脉动 赚进大把钞票 11年前这位希腊瘾 美国人Huffington女士 她创立了全世界第一份 纯粹网路的媒体 叫做Huffington Post 大家可能想象 网路媒体就是追求及时 追求快速 可能能很多哗众取宠的内容 但它们并不是这个走向 它们主要会去集结 各重要媒体的重要讯息之后 再提供给大家精辟的分析 提供给大家独特的观点 而这么一路走来发现 其实是能够获得人们的共鸣 这样的正面能量 这样的建设性的新闻 导致她们的网站 每一天可以接触到的人次 超过了两亿人 而其实这一股反省 现在也在媒体圈当中 大家逐步的在讨论 我们等一下回来 特别为大家邀请的是 公共电视董事长邵玉民 来跟各位观众做更多分享 马上回来 他们必须军事长邵玉民 we should facilitate the debate about all of it